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可以了齁 這個是我們在廣慶 跟廣慶一起開幕的一個 以亞洲女性藝術知名的一個 女性藝術展 邀請了48位的亞洲女性藝術家參展 那這次的主題是女人家 我想就是說透過這個主題來探討 女人跟家的一個關係 在這次展覽 我有一件作品也參展 那現在我們就到我的作品的地方 它在一個蠻神秘的地方 這件作品呢 就是說我們可以先從作品本身來看 這個像一個家屋 然後呢 上面有好多好多的 散佈了好多的玫瑰花 那裡面有一塊金色的石頭 還有一個羽毛 還有一根羽毛放在上面 這件作品呢 是我2008年所完成的作品 這件作品它是跟人的記憶有關係 而且是一個幸福的美好的回憶 我記得在我們 我出生於這個武林年代 那這武林年代的時候 台灣普遍都是很貧窮的 那但是有一天我的小學的同學 在我小學四年習的時候 邀請我到他家去吃午餐 結果我第一次到他家 他一開門我嚇了一跳 因為他家的那個屋頂 就攀岩了好多玫瑰花 那非常的漂亮 那當時呢 這個玫瑰花是在我們高雄地區很少見 所以呢 我一看到就心中洋溢了一個 一種好像 對於家一種很幸福的一個感覺 在這裡面 在我心裡面 充分的流動 那這樣呢 一個美好的記憶 那一直停留在我的腦海裡面 所以呢 我後來我自己的作品 常常會出現玫瑰花 包括我也把我的名字叫做Losa 它是一個西班牙花音的玫瑰 那我到世界各地旅行的時候 也是都會專程去欣賞這個玫瑰花園 那但是呢 要統合很多的記憶 統合很多的喜歡 那還有把人生的幸福 放在一個房子裡面的時候 然後 最後我在2008年的一個早上 我自己就想說 那不如 就是說在家裡的一個小空間來實現 這樣的一個夢想 所以呢 我就做了一個玫瑰花園 這樣一個構想的草圖 然後再利用一些多元的素材 來把它完成 那我的作品裡面 也常常會放那個羽毛 因為羽毛呢 象徵的是一個自由 它有時候會飄的 它很輕的 是一個心靈的一個自由 那所以呢 在作品裡面本身 就是說 這一個家屋 我想 家屋 幸福是人生的一個幻想 可是 是不是每個人的家 都一定會幸福 那很難講 那但是 追求幸福是 每個人心中所期待的一個 好像一個 會閃亮的 會有香味的一個玫瑰花的一種形 所以我想 我只有列一個小小的一個 這樣一個 家屋的一個造型 上面換支玫瑰 來完成我對藝術的一個夢想 對 就是 然後 然後 這個機器 如果是噴的 其實 很用手用的 這家吃了很久 Woo Get some love in your walk Go get some love in your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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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so grateful Why do you hurt me So I tried to please you I thought I'd never let you go But all you've given me Is all the misery and pain You don't love me You took my heart of love and pain As person was a fool I never thought you'd make us throw You turn around and hurt me 嗯 大家好 我是陳雲 然後就是後面 這邊兩件是我的作品 這邊都是你的作品 這邊都是你的作品 這邊跟平面的 這邊 立體跟平面的 都是 嗯 對 然後是兩個不同的主題 嗯 嗯 那你應該可以介紹一下 嗯 嗯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大概介紹一下 嗯 要拿嗎 你拿嗎 哦好 嗯 像玻璃屋這件主題 嗯 我的作品幾乎都是 從生活當中 然後下去做出發的 都是在講 小時候到 現在的那個 生活 經理 然後跟 印象比較 深刻的事情 這樣子 然後像這一件 玻璃屋的是 他有分別 我有給他 寫姓名 然後年齡 然後職業 跟死亡理由 還有那個 技術的物品 然後分別 咳 都在寫當時候 嗯 發生這件事 事件的 嗯 是幾歲 然後是 咳 當時是幾年級的時候 然後發生了什麼 痛苦 或者是 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情 然後我把它用 嗯 死亡的方式 就是去表達 因為 可能當時很難過 這樣子 對 咳 蛤 發露安 你有沒有設計在裡面 哦沒有 我都是 這都是 呃 女生 裡面的那個人偶的話 是 呃 那個狗抓處裡面的 金童玉女 嗯 對 然後因為我覺得 狗抓處的 呃 金童玉女還蠻 能代表 我自己 或是 在講人 因為 呃 一般人看到他們可能會 覺得有點怕 可是 因為大家都有點忘記說 他們其實是 燒 然後 燒給你過世的親人 或是你的愛人 那 就是你怎麼會把你怕的東西 去燒給他們 這樣子 然後他們每個人身上 其實都 背負著 就是 不同的一些身份 跟期待 嗯 我就覺得還蠻像 還蠻像人的 這樣子 對啊 然後就用它 作為出發點 然後再講自己的生活 跟發生的一些事情 這樣子 嗯 這是那個 這是那個 後面平面的 嗯 這 平面的 這 這系列的作品是叫 嗯 我們永遠都會陪在你身邊 系列的作品 然後也是一樣 就是 裡面所有的內容 與故事 都是在講 自己發生 發生的故事 跟事件 然後 我最後都會 以一個 嗯 我們永遠都會 陪伴在 成語小組人的身邊 就是指我 對 然後後面的 後面的日期是 發生這件 裡面這件 故事事件的日期 嗯 這樣子就把它記錄下來 哦 那這個可能就是一個紀錄 在紀錄 就是自己人生活過程 哦 記錄的什麼過程 嗯 對 就其實還蠻好懂的 哦 對 嗯 那你先 做這件事 因為那時候 那個時候的 男朋友就是覺得 我沒有 沒有讀大學 然後也沒有找一份 正當的工作 然後就希望說 我要嘛就去讀大學 要嘛就去找一份 很正當的工作做 不要就是 打零工啊 然後沒有在做什麼 然後 那時候就覺得說 幹嘛一直要逼我 就是 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對啊 然後就覺得 那時候印象就很深 就趕快把它記錄下來 嗯 對 那你現在是一個自有創作者 嗯 應該是吧 因為前陣子失業 所以 那現在是屬專職的自有創作者 嗯 應該是 應該是 因為目前也沒工作 你知道 你是讀哪個 以前讀那個 海清工商 嗯 廣告 廣告設計 嗯 嗯 嗯 應該 應該嚴格 我不知道 因為之後就 高中畢業之後 先去打工 然後因為一些巧合 跟一些事情 所以之後參加 2013年的高雄 就是高雄獎 嗯 然後就 可能 就很高興 有機會 可以得到獎 這樣子 嗯 對 好 好的 老哥 認識一下 我本身是 我本身是 藝術 藝術中心 嗯 我開畫廊的 那你有沒有名片 我沒有名片 不好意思 你有沒有名片 四季 四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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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